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们表示 他们已经致函给教育部要求厘清 也就是说 现阶段他们将接受这一份批文 并会积极展开见效工作 官单中华中学的批文内容出现争议 负责申办工作的三个单位今天出面承认 批文当中确实有几个方面还在等待教育部厘清 当中就包括读中最主要的元素 那就是华文教学和同考模式 申办关中工委会主席黄道坚也当场公布了 官中的办学方身 并再三确认 官中将坚持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 至于董事部的主权是否会受到剥削 他们表示 他们已经致函给教育部 阐明有关的行政制度和教学课程 全都会比照龙中华的办校模式 由此可以保证官中董事的自主权 他们表示 虽然这些细节还没有获得教育部回函厘清 不过华总会长当时方天心呼吁大家 先把握眼前的发展契机 这也就是说 他们将在等待教育部回复的同时 也同步展开见效工作 不过当被追问 如果他们得不到理想的回复时 将会采取什么对策 各方都不愿正面回应 RTM杜文杰 采访报道 早前有传闻指国内小学六年级评估考试UPSR 将被转延一个星期才进行 不过教育部再度向家长和学生大派定心丸 并强调 UPSR将如期在9月11号到13号举行 教育部总监丹水阿里加法否认了外界所说 有关考试将展颜的传闻 相反的 会在9月11号到13号如期举行 这也意味着学生们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做最后的冲刺 他说 任何有关UPSR考试将展颜的报道都是不确实 有关考试的日期已经确定 他相信UPSR考试展颜的传闻和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 以及传言有些中熟的考题泄露有关 明天由47个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民主之诺国庆倒数活动 将在全国多个地方同步展开 全国警察总长丹水 Ismail Omar 促请那些执意参加集会的人士 务必要遵守2011年和平集会法令 否则后果自负 830民主之诺集会号召各州民众穿黄衣迎接国庆 位于首都独立广场举行的这场集会特别引人关注 集会号召者希望让独立广场出现黄潮 不过根据Ismail Omar的估计 明天的集会大约只有一千人出席 另一方面Ismail Omar 指出 在这个开拽节期间实行取代态度行动的安全行动 取得很好的成效 和去年开拽节期间展开的态度行动相比 安全行动的车祸率降了8.5% 死亡车祸骤减12.7% 而陆上亡魂也降了15.9% 另外在这个加节期间 暴棄案也减少了 Ismail Omar 表示 透过提高几名合作 国内罪案将获得全面改善 配合我国独立55周年 马来西亚邮政局就特别推出 主题为马来西亚团结第二系列邮票 邮票主题将显示出四个团结概念 也就是通过语言 体育 舞蹈和大扫除 来展现一个马来西亚精神 这套邮票明天将在全马各地的邮政局开始发售 第一天首日风 每张只售50仙 而整套的价格则是5令吉50仙 马来西亚邮政局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能够彰显国人团结的重要性 这是马来西亚 这是麻坡 因为热爱这片土地 所以他们用摄影创作 把美丽的乡土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请留意8月30号和31号 中午12点和晚上8点的 TV2华语新闻 让我们和你一起描绘 印象麻坡 马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如何 马中友好关系为两地企业家开拓了更多的商机 但要如何把握这些商机和开拓更广阔的人脉 2012年成功与你有约 马中企业家大会提供给马中企业家 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请锁定TV2这个星期天上午11点 关键就看你怎么说 社会新闻 学来而士拉阳巴鲁一所中学 今天下午1点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名在校园外等待接孩子放学的一对夫妻 遭到两名摩托车骑士近距离开枪 丈夫当场毕命车内 而中枪的妻子目前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死者证实是41岁的KR出弹 他曾经在紧急法令下遭到扣留 6个月前刚从玻璃市扣留中心释放出来 供骑一辆骑摩托车的两名枪手 朝死者的颈部和身体开了六枪 死者31岁的妻子 主要是胸部和腹部中枪 警方目前还在查询凶途的下落 将原点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来调查这起案件 接着来跟进8月26号在吉隆坡夜间夜店 发生二死六伤枪击案 经过警方连任来抽丝包检的调查 吉隆坡刑事调查主任大多邱振华表示 警方目前已经掌握部分涉案者的身份 并正在追查三个人的下落 吉隆坡刑事调查主任大多邱振华 指出事件发生后 当局一共扣留了12人协助调查 然而警方目前还没有确定 谁是当天开枪杀人的凶手 这起枪击命案是在8月26号凌晨 在吉隆坡多莱沙美路 一间夜店外发生 当时六名华裔市黑帮分子的酒客喝醉后 和夜店的看场员闹事 并在打斗过程中拔枪扫射 导致两个人中弹死亡 另外六个人受伤 该案者在犯案后逃离现场 警方目前正在珍奇四出 全力追捕当中三名涉案者的下落 今天一早 刮拉登下楼一名贩卖报纸的商贩 如常开店做生意 不料却在他的档口附近 发现了一个普通的行李袋 一开始不以为意的商贩 突然被一阵婴儿哭声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行李袋里装着一名 相信只有一个星期大的女婴 不知道又是哪一户狠心的家庭 将这个女婴给抛弃了 发现这个女婴的爆犯 是现年31岁的 罗斯兰·莎瑞·奥德加尼 不过通知警方的 却是一名正在购买报纸的顾客 因为饱受惊吓的罗斯兰 当时仍然心省未定 警方表示在行李袋里 除了有女婴之外 还发现了一些纸尿片和毛巾 因此相信女婴是遭人抛弃的 随后女婴已经被送往 刮拉登加楼中央医院进行检查 她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 医护人员的照顾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 第317条文展开调查 以揪出这名铁石心肠的弃婴者 随着偷车贼的偷车技术 越来越高明 市面上推出的防盗仪器 也越来越先进 目前就有一种高科技产品 叫做全球定位系统 GPS防盗追踪器 这种追踪器厉害的地方就是 即使偷车贼使用GPS干扰器 车主同样可以追踪到 他们的下落 不过新推出的这个GPS防盗追踪器 目前还在适用的阶段 警方还在同各种代理商 包括私人界探讨全面使用 这个仪器的可能性 从今年1月到8月 一共发生了45707宗偷车案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5宗 因此解决偷车问题 绝对不能怠慢 爱萨克逼近新奥运良布拉万登陆 中国东北部 广告回来 继续关注国际时事 别走开 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美国共和党马萨诸瑟州前州长罗姆尼 正式被提名为总统选举候选人 罗姆尼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但是面对奥巴马 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不过有句话说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名女人 罗姆尼的妻子安·罗姆尼特地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中为丈夫站台 告诉美国人 罗姆尼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尝试为罗姆尼加分 一头金色头发 身穿红色脸身裙的安·罗姆尼 在镜头前非常抢眼 她在佛罗里达州的演讲中 回顾了本身和罗姆尼的婚姻 她戴在罗姆尼是一个对家庭 朋友和国家忠诚付出的人 按这一次站台 尝试为罗姆尼塑造一个 能够和家人还有美国人共患难的良好形象 似乎很有效 分析者出 安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 是要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女性选民的比例超过半数 奥巴马的知名度和政策 有利于争取女性选民 所以安的演讲 是共和党竞选团队 让美国民众重新认识 罗姆尼的一个重要策略 已经加强成为一级飓风的艾萨克 在席卷了美国东南部的 路易斯安娜州之后 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三 带着时速130公里的强大风力 袭击新奥梁 这么巧的是 这一天也是飓风卡特里纳 袭击新奥梁的七周年纪念日 虽然风速没有2005年 卡特里纳三级飓风那么强 但是艾萨克的损伪程度 也不容小觑 美国飓风中心警告 新奥尔梁的居民 艾萨克也将给当地 带来暴雨和风暴潮 预料还会发生水灾 为了防止洪水涌入 新奥尔梁已经关闭了 新建造的防洪闸门 奥巴马总统也警告当地居民 听从疏散命令 不要和命运开玩笑 另外墨西哥湾的石油产量 被迫暂时停止 港口和沿海炼油厂的业务 也减少了许多 美国国民警卫队 已经派出大约1000人 驻守在大部分街道 随时待命 艾萨克的来袭 再次挑战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 避免2005年1800人 死于卡特里纳的事件重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